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22年3月19日,星期六 我们大家都知道呢,昨天的时候普京在一个万人大会 据说是有20万人左右参加了这个大会做了一个讲话 我本来呢,想把那个讲话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但是呢,我现在没有看到那个译文 所以现在呢,我把3月16号他的讲话呢,想给大家读一遍 因为这个讲话也非常的有内容,非常的精彩 因为这是在普京发动了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 正好是三个星期的时候他做的这个讲话 这里面的内容呢,他把这段时间以来 这个军事行动的进展情况啊,还有一些争议问题啊 都做了解释 我们来看一下 他说各位同事下午好 参加我们会议的有政府高级官员 总统驻联邦管区全权代表和俄罗斯各地区的负责人 这很显然呢,是一个负责人级别的 高级官员级别的一个会议上他的一个讲话 然后他说我们是在一个复杂时期召开的此次会议 因为我们的武装部队正在乌克兰和顿巴斯执行特别军事行动 我想提醒你们从一开始即在2月24日上午 我就公开宣布了俄罗斯展开此次行动的原因和所要实现的主要目标 这么做是为了救助我们顿巴斯的人民 他们在过去将近8年的时间里面 遭受到了最野蛮的种族灭绝暴行 即被封锁包围 受到大规模惩罚性行动的打击 遭受恐怖袭击和不间断的炮击 他们唯一的罪过是他们要求拥有基本人权 按照他们祖先的法律和传统生活 说他们的母语 并按照自己的意愿抚养他们的孩子 这些年来基辅当局无视并破坏了为和平解决此次危机而达成的明斯克协议 并最终在去年底公开拒绝执行该协议 他们还开始计划加入北约 而且基辅当局宣布他们试图拥有核武器和运载工具 这是一个真正的威胁 有了外国的技术支持 亲纳粹的基辅政权将在有可预见的未来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当然他们还会将这些武器对准俄罗斯 几十个实验室在乌克兰全境组成了一个网络 在美国五角大楼的指挥和财政支持下 这些实验室开展了生物武器研究项目 包括对冠状病毒株 碳居菌 霍乱 非洲猪瘟和其他致命疾病进行实验 他们还疯狂的试图掩盖这些秘密进行的痕迹 然而我们有理由假设 在非常接近俄罗斯边境的乌克兰领土上 生物武器组件正被制造出来 我们多次警告说 这一事态发展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了直接的威胁 但是乌克兰及美国北约后台却公然狂妄的拒绝接受我们的警告 换句话说 我们所有的外交努力全都白费了 问题发展到今天这一步 我们毫无过错 我们已没有和平途径解决这些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被迫展开此次特别军事行动 俄罗斯军队对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展开的行动 并不是为了占领这个国家 正如我在2月24日声明中公开指出的那样 这不是我们的目标 至于俄罗斯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制定的战术计划 则是完全合理的 我们的小伙子们 士兵和军官们 展现出了勇气和英雄主义精神 并在进一步努力减少乌克兰市民的损失 这是我第一次想说这种话 从顿巴斯行动一开始 基辅当局就有机会避免敌对行为发生 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 仅是从顿巴斯撤出他们的军队 就可以避免流血 但他们不想这样做 好吧 这是他们的决定 现在他们该明白实际会发生什么了 我们的行动正严格的按照既定计划顺利的进行 我必须指出 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鼓动下 乌克兰有意在顿巴斯动武 准备实施一场大屠杀和种族清洗行动 对顿巴斯并在之后对克里米亚展开大规模的攻击 只是时间问题 然而我们的武装部队粉碎了这些计划 基辅不仅在为战争做准备 也在为侵略俄罗斯做准备 他正在准备进行战争 在克里米亚上演颠覆行为和组建地下恐怖组织的企图层出不穷 这些年来 针对顿巴斯的敌对行动和对普通居民区的炮击行为一直在继续 在此期间 包括儿童在内的近1.4万平民被杀害 如你所知 3月14日顿涅刺客市中心遭到了导弹袭击 这一公然进行的血腥暴力行为夺走了20多条的生命 在过去几天里 炮击一直在进行 他们怀着歇斯底里的狂热和注定失败的恼怒 随即攻击广场 他们表现得像是一群纳粹 正试图把尽可能多的无辜受害者拖进他们的坟墓 但在这些极端自私的行为中 令人震惊的不仅仅是基辅明目张胆的撒谎 并声称是俄罗斯发射导弹袭击了顿涅刺客 而是所谓文明世界的态度 欧洲和美国媒体甚至没有注意到顿涅刺客的这场悲剧 他们表现的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在过去的八年里 母亲们在顿巴斯埋葬自己的孩子 老人们被害死 他们也是这样虚伪的视而不见 这简直就是道德沦丧 根本毫无人性 我们再也不能容忍这种针对顿巴斯人民的野蛮态度了 为了结束这场种族灭绝行动 俄罗斯承认了顿巴斯地区的两个人民共和国 并签署了友好互助条约 根据条约 俄罗斯将为他们提供军事援助以抗击侵略 因为别无选择 我想强调这一点 并提请你们注意 如果我们的军队只在这些人民共和国境内行动 帮助他们解放自己的领土 那就不会以劳永逸 也不会带来和平 也不会最终消除威胁 对我国的威胁 这次是对俄罗斯的威胁 相反 一条新战线会沿着顿巴斯及其边境蔓延开来 炮击和挑衅会继续下去 换句话说 这场武装冲突会无期限的持续下去 随着北约更快更积极的部署其军事设施 基辅政权狂热的复仇情绪会助长这场武装冲突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将面临这样一个事实 乌克兰和北约联盟已经濒临城下 他们的进攻性武器已经架设到了我们的家门口 我要重申 为了确保俄罗斯的国家安全 我们除了自卫 别无选择 只能实施此次特别军事行动 我们将实现我们的既定目标 我们一定会确保俄罗斯和我国人民的安全 绝不会让乌克兰成为侵略我国的桥头堡 我们仍然准备在谈判中讨论对俄罗斯未来的至关重要的问题 这包括乌克兰成为中立国 以及乌克兰的非军事化和去纳粹化 我国意识到利用一切机会拯救人民和他们的生命非常重要 我们已经尽一切努力组织和实行这些谈判 但我们一次又一次的看到基辅政权 其西方操纵者指派他们制造出狂热的反俄立场 并不关心乌克兰人民的未来 他们不在乎人民的死活 成千上万甚至数百万人不得不逃离家园 也不在乎城市被无法无天的新纳粹分子 和武装匪徒所控制 一场可怕的人道主义灾难正在那里发生 显然基辅的西方后台只是在怂恿他们继续流血 他们不断的向基辅提供武器和情报 以及其他形式的援助 包括军事顾问和雇佣军 他们的武器是对俄罗斯展开经济 金融贸易和其他形式的制裁 但这些制裁却反过来伤害到了欧洲和美国 这些国家的汽油能源和食品价格飙升 与俄罗斯市场相关的行业已开始裁员 所以不要把责任推给我们 也不要把你们国家的所有问题都归咎于我们的国家 我希望西方的普通民众也能听到我的声音 你们一直被告知 你们目前的困难是俄罗斯敌对行为造成的 你们必须掏钱资助那些所谓的反击俄罗斯威胁的行为 所有这些都是谎言 真相是你们各国统治精英持续多年的行为 他们的错误以及短视的政策和野心 引发了当今西方数百万人面临的困难 这些精英们不是在思考如何改善西方国家民众的生活 而是痴迷于自己的私利和超额利润 这从国际组织提供的数据中就可以看出 这些数据清楚的表明 近年来甚至在主要的西方国家 社会问题都在恶化 不平等和贫富差距越拉越大 种族和种族冲突正在凸显出来 西方福利社会的神话 所谓的纸醉金迷正在破灭 重申一下西方的野心和西方 试图不择手段的维持起独有的霸主地位 让全世界都付出了代价 美国和欧盟国家的政府和央行 实施了不负责任和短视的政策 而实施制裁正是这些政策合乎逻辑的延续和升级 他们自己在近年来推高了全球膨胀 他们的行动还导致全球贫困加剧和不平等等加剧 现在的问题来了 在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 数百万人因日益严重的粮食短缺而死 谁该为他们的死负责呢 让我重申 全球经济和全球贸易普遍遭受重挫 而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美元 也遭受到了重大的信任危机 俄罗斯央行部分外汇储备被非法的冻结 这标志着所谓的一流资产已变得不再可靠 事实上美国和欧盟已经对俄罗斯违约 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了金融储备很容易被窃取 许多国家可能马上就会开始 我相信这是会发生的 许多国家马上就会开始 将其纸质和数字资产转化为原材料 土地 食品 黄金和其他食物资产 这只会导致这些资源出现更多的短缺 让我补充一点 没收俄罗斯公司和个人设立在外国的资产和账户 给了国内企业一个教训 再没有比投资自己的国家更可靠的了 对此我个人已经说过多次了 虽然承受了美国及其附庸国的无耻施压 但仍有一些外国公司继续在我国开展业务 我们感谢这些公司秉持的立场 他们肯定会在未来找到更多的发展机会 我们也知道某些公司懦弱的背叛了自己的合作伙伴 忘记了他们对俄罗斯员工和客户负有的责任 急于加入这场反俄运动去赚取虚幻的红利 然而与西方国家不同 我们将尊重他们的财产权 我想指出的是 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 无论我们如何做 新一轮制裁和限制都会强加到我们头上 我想强调这一点 对西方来说 我们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 只是他们对我们施加更多制裁的借口 事实上这一次他们实施了密集的制裁 西方曾以克里米亚公投为借口 实施过同样的制裁 顺便说一句 那次公投发生在2014年3月16日 也就是8年前的今天 当时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的居民自由的做出抉择 要与他们自古以来的祖国合为一体 重申以下 这些只是借口 遏制和削弱俄罗斯的政策 包括通过经济孤立和封锁来削弱俄罗斯 是早就预谋好的长期战略 西方领导人已不再隐瞒制裁 不是针对个人或公司这一事实 他们的目标是全面打击我们的经济 社会和文化领域 打击每一个家庭和所有的俄罗斯公民 事实上 旨在搞遭数百万人生活的措施 已具备了侵略的所有属性 这是一场通过经济 政治和信息手段发动的战争 并且具有全面和公然的性质 同样西方政界最高决策圈 甚至毫不犹豫的公开谈论这一点 政治正确 私人财产 神圣不可侵犯和言论自由的豪言壮语 在一夜之间就灰飞烟灭了 甚至奥林匹克原则也遭到了践踏 他们毫不犹豫的利用残奥会运动员 来为自己脸上贴金 体育与政治分离也不过如此 在许多西方国家 有些人仅仅因为来自俄罗斯 就遭受到了迫害 他们被剥夺了医疗服务 他们的孩子被学校开除 父母失去了工作 俄罗斯的音乐文化和文学 被禁止传播 在试图屏蔽俄罗斯的过程中 西方撕下了伪善的面具 开始粗暴的展示其真实的面目 这使人们不仅想起 20世纪30年代 发生在德国的反犹太纳粹大屠杀 以及随后众多纳粹欧洲党羽犯下的 大屠杀罪行 他们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 加入纳粹军队侵略我国 全球互联网大举的讨伐俄罗斯 一场史无前例的信息战正硝烟四起 涉及到全球社交媒体和所有的西方媒体 指望这些媒体做出客观独立的报道 根本就不可能 信息来源的有限性 导致了公众被大量的虚假新闻和虚假宣传所包围 说白了 全是编造的谎言 一家美国社交网站甚至公开宣称 可以在其平台上发布针对普通俄罗斯公民的网络追杀令 我们非常了解 这个谎言帝国拥有多么强大的资源 但是在真理和正义面前 任何谎言都是苍白无力的 俄罗斯将坚决向世界传达本国立场 我们的立场是诚实的 公开的 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听到我们的立场 理解我们的立场 同意我们的立场 我可以非常坦率的说 所谓的西方虚伪的言论和现阶段行动背后隐藏的 是针对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目标 他们不愿意打辛迪利不愿意看到一个强大的主权的俄罗斯 他们既不会原谅我们的独立路线 也不会原谅我们捍卫俄罗斯的国家利益 我们至今仍清楚的记得 上世纪90年代至新千年之初 正是他们支持了北高加索地区的武装分子 导致分离主义恐怖主义肆虐 至今他们顾忌重演 企图削弱我们 打倒我们 把我们赶尽杀绝 把我们变成一个软弱的 不能自主的国家 破坏我们的领土完整 用对他们最有利的方式肢解俄罗斯 他们当年就没成功 现在也休想得逞 是的 他们当然会试图把赌注压在所谓的第五纵队的身上 压在背叛叛徒身上 压在那些在这里 在俄罗斯赚钱 但却在那里生活的人的身上 注意 我说的生活 不仅是地理概念上的 而且是思想上的 自觉浓性的生活 我并不是要谴责那些在迈阿密或者美国里维埃拉有别墅的人 并不是要谴责那些黎勒鹅干将 蜗牛或者所谓的性别自由就活不下去的人 问题的根源并不在这里 我再说一遍 问题的根源在于 这些人中的相当一部分的精神归属在那里 而不是在这里 不是与俄罗斯人民在一起 不是与俄罗斯在一起 这一切在他们看来 仅仅是在他们看来 是更高种姓 更高种族的标志 为了挤进上层种姓的门 让这种人出卖自己的母亲都不成问题 这种人想成为他们的样子 挖空心似的模仿他们 但是他们忘了或者根本没看透 如果所谓的上层种姓真需要他们的话 也是拿他们做消耗品 利用他们对我们的人民造成最大的伤害 所谓的西方试图通过谎报 误报战争损失 渲染制裁的社会经济后果来分裂我们的社会 在俄罗斯挑起民间对抗 并利用其第五纵队实现他们的目标 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 我已经说过 就是摧毁俄罗斯 但是任何国家 尤其是俄罗斯 一向都能擦亮眼睛 看出谁是真正的爱国者 谁是无赖和叛徒 然后就像对待误打误撞 飞进嘴里的小虫子一样 直接把他们吐到仪表盘上 我相信这种自然的必要的自我进化 只会使我们的国家更加的强大 更加团结一致 共同应对各种挑战 所谓的西方极其豢养的第五纵队 习惯于用自己的标准衡量每件事 每个人 在他们看来 什么都可以出卖 什么都可以买到 他们认定我们会崩溃 会退缩 他们错了 他们根本不了解我们的历史 和我们的人民 诚然世界上许多国家早已放弃抗争 接受了跪着生的命运 顺从的接受君主的每个决定 献媚的望着君主的眼睛 这的确是许多国家的生存状态 很遗憾 欧洲也是如此 但是俄罗斯绝不会沦落到 如此悲惨和屈辱的境地 我们当下的斗争是捍卫国家主权之战 捍卫俄罗斯国运和子孙后代的前途之战 我们将为保持和保守俄罗斯身份而战 俄罗斯官兵的勇气 与坚韧是我们的榜样 他们是祖国的忠实的捍卫者 尊敬的各位同仁 当前时局毫无疑问 宣告了西方国家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主导地位的终结 与此同时 我们还对近几十年来强加给发展中国家 乃至全世界的经济模式提出了质疑 我强调一点 美国及其支持者一味的迷信的制裁和施压 并不为代表世界上一半以上人口的国家所认同 这些国家是全球经济中增长最快 最有前途的力量 俄罗斯也是其中的一员 当下我们举步维艰 俄罗斯的金融公司 大小企业 中小型企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银行系统率先遭到制裁的冲击 但俄罗斯的大小银行已迎难而上 昼夜不停的工作 继续为公民提供支付和结算业务 保障企业的平稳运行 第二波制裁 抑郁制造贸易恐慌 据估计在过去的三周里 对货物的额外需求超过了一万亿卢布 但是俄罗斯本土制造商 供应商 运输和物流公司 正全力以赴 避免零售行业出现大规模的短缺 我想对俄罗斯的企业界 工商界 金融业和社会组织表示感谢 感谢你们对制裁挑战 做出了有效的回应 而且为我们经济的进一步 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我还要感谢联邦政府 俄罗斯银行 各联邦主体的行政长官 各地区和各市的领导班子 在当前复杂的环境下 勇于担当 克尽之手 显然 这场针对俄罗斯的经济闪电战 遭遇了滑铁炉 瓦解俄罗斯社会 用蛮力让俄罗斯臣服的企图破产了 下一步我们面临的压力 有可能继续加大 但是我们会克服新困难 适应经济新常态 我们将巩固我们的技术和科学主权 投入更多的资源 支持农业制造业基础设施 住房建设 继续着眼于快速增长 充满活力的国际市场 发展对外经贸联系 当然 新常态要求对我们 我会克服新常态 i 你们 资源